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从以色亚书第47章一起来灵修 那么这一章圣经有15节 我们会分成三个段落来看 请先看1到4节 巴比伦的处女下来坐在尘埃 迦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 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 要用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躺合 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 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 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这段经文呢,以赛亚先知用一个非常诗歌性的语言 那用一个女子的倪人法的手法来描述巴比伦这个城 这个城面对非常艰难的时刻 甚至衰落的表现 那表示说主惩罚巴比伦 巴比伦是灭亡了犹大国的这个外邦国家 主现在要跟他算账了 这个城就会面对衰败了 好了,完了之后呢 从第五节开始 主就讲出为什么这个城会如此衰败 五到十节的经文 迦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 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 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 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你毫不怜悯他们 把几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 你自己说,我必勇为主母 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 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 你这专号艳乐安然居住的 现在当听这话 你心中说,唯有我 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我必不治寡居 也不遭丧子之事 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 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 正在你多行邪术 广施符咒的时候 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 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 说,无人看见我 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 并且你心里说 唯有我 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大比伦城会如此衰败 原因就是他非常的骄傲 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 这句话出自他们的口 在这段经文记载了两次 好像他是天下最大的 但是他却不知道 原来天下的主宰不是巴比伦 而是这位万君之耶和华 所以骄傲就带来巴比伦的陷落 在圣经其他的记载里面 也给我们看见 巴比伦是被马代波斯帝国所灭 一夜之间 巴比伦城就被攻陷了 在被攻陷之前 巴比伦的君王还在那边饮酒作乐 你看看是不是正如真言16章18节所说的 骄傲在败坏已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的确确是这样 巴比伦成为一个活的见证 不只是狂傲使他衰败 这个衰败非常彻底的 我们继续来看11节到第15节 那就更明白了 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 你不知何时发现 灾害落在你身上 你也不能除掉 所不知道的毁灭 也必忽然临到你身 站起来吧 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 和你许多的邪术 或者可得益处 或者可得强盛 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 让那些观天象的 看星宿的 在月术说预言的 都站起来 就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 他们要向碎阶被火焚烧 不能就自己脱离火焰之力 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 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 你所劳神的事 都要这样与你无异 从幼年与你贸易的 也都各奔各乡 无人就你 一个国家都一定有盟国的嘛 但是当一个国家失事了之后 你以前的朋友都会离里而去 盟国也不再认他了 那这个不只是自己灭亡了 其实在整个国际关系上 巴比伦从此一蹶不振 你的确却也是如此 那这段经文呢 以赛亚先知是对巴比伦的一个审判 虽然这是过去一段历史的事件 不过其实也提醒我们 因为正如刚刚我们所说的真言的这段经文 十六章十八节 任何一个人 在骄傲和狂心之后 人的衰败和跌倒就开始了 求主带领我们 让我们认识神的道 也能够在今天 过一个谦卑依靠主的一天 愿神祝福你 听完